你是否和我一样 坚信着世界应平等 这是说传唱 自由和尊严的女人之歌 你可愿和我一样 为全力抗争到老 大过程中的枷锁 找回女人的力量 我算出门不害怕 想美丽不被骚扰 请保护我 别困住我 为何我失去自由 快信心吧 抓住他犯错的人不是我 我为自己而歌唱 捕捉你平旁的对象 我爱我独特模样 不论他是美丑或手旁 我有相关的梦想 我也有豐富的欲望 你对我爱你和娇 小姐担着我成长 不能不害怕 想美丽不被骚扰 请保护我 别困住我 为何我失去自由 快信心吧 抓住他犯错的人不是我 你是否和我一样 践行着世界应平等 这是首船长自由和尊严的女人之歌 你可远和我一样 为权力抗争到牢 打破沉重的枷锁 找回女人的力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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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明天是新院主抗消除对妇女的暴力日 然后我们在唱歌呢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提起大家对于就是性别暴力的一些意识 然后大家就是反对暴力都是每一个人的责任 在我从报社辞职以后 当我的业余的志愿工作没有改变 就我还是替当时的妇女组织来工作 首先通过当时我所参与的 就我同时创立的那个志愿小组 它的名字叫做妇女传媒监测网络 通过这个网络这个组织 我又参与到当时在北京的其他一些妇女组织的活动 比如说从2000年开始建立的反对家庭暴力网络 它的主要的使命就是推动中国跟家庭暴力有关的这个法制 所以这个网络当在当时几乎卷上了 就在北京几乎所有的关心妇女权利的NGO和人 它也代表了当时妇女组织的进步的程度 我指的是这个组织它的领导人都是资深的学者和知识分子 它的参与者也有类似的同样的背景 他们是时代的先知先觉者 他们也是这个体制的出走者 但是他们并没有真的走出这个体制 而是在体制边缘 以一种既内又外的一种方式来拖揽他们的这个另外的视野 比如说这个反对家庭暴力网络 它当时就有一种所谓挂靠的形式 挂在中国法学会这样一个政府性背景的团体底下 由中国法学会来提供给它存在的合法性 然后用这个官方的这个名义来去 从而让它可以去联系很多体制内的单位 包括复联派出所甚至是法院 然后但是它的实际上它的资源呢 完全是跟政府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完全是由国际基金会来提供的 所以在它的运作呢 它又认同由国际基金会所推广的一些安丘的理念 这安丘的理念包括内部的平等、民主、参与 这是它的一些价值观点 因此发展了一套安丘的文化 所以就是 现在回想起来其实这也都是套路 我指的是 就在那个时代人们能够走到这么远 已经很不容易了 但实际上在那个时候我们 逐渐的 有些人已经比我们走得更远了 比如说公盟这样一种组织的出现 我从来都不了解公盟 但我现在认为公盟的存在非常有意义 我指的是什么呢 它把内心公盟这样的组织 或者它是把八十年代以来 在中国的底层社会一直都存在的下层人的自发的抗争 变成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呢 比如说公盟 它可以就这教育平衡的议题 争取到十万个家长的真实的签名 这是那些自发的 为了即实力而迅速起来 迅速退去的自发的维权运动是做不到的 父女所知的结构还是太精英 对他们来说 受害者普通的妇女 是被拯救者而不是他们的成员之一 他们大家都追求一种专家身份 通过这个专家的身份 我可以去跟学术界游说 我可以去跟政府游说 我可以把我的观点推广到这个 决策的体系当中 这是他们的一种路径设计 但是并不一定成功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决策本身核心 全力并不属于这些女性的知识分子 他们的建议可能会被接受 可能会被搁置 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那么有效益的 经过很多年的 不懈的努力 最终的反对家庭办法 他被全外人打算接受了 最终他进入了理法议程 最终也退出了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组织却消失 反正法网络 这个过程 贡献最大的组织却消失了 他是怎么消失的 在2010年的时候 中国法学会就不再接纳了 实际上这是一个 这中间是一个经历的 什么变化呢 刚才前面我讲到在1995年的时候 中国政府希望能够实现国际化 政府也缺好资源来从事一些社会事业 所以他接纳了一些 由国际基金会所推广的发展领域 也接纳了这些国际基金会 通过给予资源在中国组织的一些 非政府性的活动 原来包括这个妇女的活动 但是随着在奥运会之后 2008年的奥运会之后 中国政府的这个自信 大大的提高 实际上在那个时候也是 他也是开始了对中国民间社会的 一个有意识的打击 民间社会的 他不仅仅是意识到了民间社会 对他是一个权利的威胁 他也知道 他也开始对民间社会的资源 不再感兴趣 所以2016年的时候 这两个政法的组织 被从那个体制内 踢了出来 一个就是瓜哥在中国法律会的 反对家庭法律网络 一个就是瓜哥在北京大学的 妇女法律院中重新 这就是说这些妇女活动家们 曾经活动的 曾经开辟 活动和试图维持的 那个在体制边缘 内外兼顾的 这个空间 在消失 他们没办法再在体制内外 在周旋 可是他们 这些人也没有综合准备 真的在体制之外活动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大部分经历 他们的职业 他们的身份的来源 还是在体制之内 所以这就是这些妇女活动 加上他们的组织的局限性 事后想来 就这个被体制驱逐的过程 实际上是这个 中国的民间妇女活动 真正开始走一条公民社会的路线 走一条社会运动路线的开始 是一种完全在野的 各种活力的方式来重新兴起 但当时当然 当时没有人看到这一点 在当时我对这些民间活动 这些组织的活动 我是很忠诚的 我用了很多的时间 来为他们无仇的工作 但是越来越我对他们的不满意 我意思到就是说 其实他们 倡导活动没有效益 他们的倡导活动也不开放 因为普通民众没办法参与 因为他们不是专家 不是专家就没办法做到 政府的这个 资商的这个会议里面 所以他们的参与性非常有限 而且他们几乎不面对大众 所以在社会上大众面前的影响力极小 在2009年的时候 发生了一个红种全国的一个案件 叫邓宇娇事件 就一个身后在湖北八东县的 那个女服务员 因为要反更心犯 杀死一个基层的官员 10月11号下午5点多钟 本栏目记者来到510案件事发现场 八东野三关镇雄丰宾 孟幻城 有人吗 没有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你们现在不营业都会营业 暂停 现在我们门口暂停 也要先出去一下 10月12号下午 记者第二次前往雄丰宾 孟幻城 拍到了510案发的现场 水疗休息室 这间休息室位于孟幻城大厅的后面 左拐弯最深处 地上打碎的烟灰缸告诉我们 这间休息室曾有过激烈的大斗 休息室的旁边并排着两间水疗室 里面陈设简陋 最惹眼的就是一个椭圆形枣盆 和一张简易小床 11号到12号的中午 本栏目记者在野三关镇联系510案件的相关部门 进行采访 均被以案件取证法院未判期间 不能采访为由而拒绝了 这个事情非常轰动 这个事情是实际上 在中国的公民和威权运动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 因为这个威权人士 他第一次显示出了 就利用这个社交媒体的组织 或者发声 他可以非常成功 很有力地干预一个社会世界 并且把这个个人事件 上上到这个法治 制度性问责的一个高度 就当时很多的公民和威权 就崛起了 而当时的一些泛自由派的 一些市场化的媒体 也在这个事件当中 比如说南方集团也非常活跃 这个事件实际上是一个 跟性别暴力有关的事件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参与的 我当时很集结地做了很多的工作 后来我才发意识到 我们的声音根本就发不出去 主流媒体没有任何人 报道我们的生活 报道我们的观点 然后我把我们的一些观点 放到这个社交媒体 很快也被删除了 也没有人看 我们从来都没有任何粉丝 所以没人看我们的东西 被删除有个也不会有任何痕迹 我才意识到就是我们的活动 实际上跟这个社会的凶涌 是脱节的 就我没有声音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社会 不关心我们 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够成功地 制造出我们的声音 就是我对这么多年 花了我花了那么多时间 这个明天妇女活动 感到失望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我就意识到就是说 我们得有一种新的策略来 组织明天的运动 在2009年的时候 我就创办了一个电子的刊物 这个电子刊物名字叫女生 就每周发现一期 就我这个电子刊物 唯一的编辑和作者 就当我开始做这个东西的时候 在我开始做的东西之前 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会试试 有的人都以为我会做的 是一些新闻斩编文章 不是斩编文章 我觉得等我说出来以后 所有人都震惊了 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 有的人就说 我从来没见过这个 我还可以这样的想象 就我是一种先走未有的 一种把这个女权主义和这个社会 批判了一些 而且我的人家里面 还有很强的一种动员性 就鼓励人们在这个政府的体制之外 来寻求一个社会改变自发的 就能够付钱的道路 当然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我要让人们看到这个女权主义的思想性 我要让人们看到这个女权主义 能够有在多么深刻的程度上 可以帮助人们更深刻的理解这个社会问题 就我收到很多 但是有很多人给我写信 就每个星期都有人告诉我这个 我写的东西就他们有多重要 就在那边完全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这点我相信 这是真的 就那个时候是前世道媒体的 今天这个电子报道 很多东西都已经通往了消失了 我写过很多东西都已经通往了消失了 但是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我就一直知道是什么呢 就我可以凭一己之力做出一些最好的东西 当我原来报社的人觉得我过得不成功的时候 我可以说我一个人创建的媒体 比他们几百个人创建的媒体都更理发力 但是后来我就意识了 但是逐渐的我就意识到什么 在这个过程里面 逐渐的就是我的读者 从这个资深的妇女活动家 就变成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很多时候大一生 我就发现他们非常有热情 他们其实一直都在寻找女权主义 但是从来没有跟妇女组织接触过 甚至不知道妇女组织的存在 他们是第一次接着的 原来还有一些妇女组织的活动 信息可以带来 然后我在网上我就看到 当时有些年轻人 他们自己开始组织一些小好的战略 比如豆瓣的小组等等 他们就在那个豆瓣的小组里面 就讨论一些他们关心的性别的问题 我觉得医生上 这个年轻人里面 实际上是非常有潜力的 而且他们是体制之外的人 家庭体制和职业体制之外的人 他们的思想和他们的身体 他们的心里都更自由 我觉得他们是一种 这个运动的未来 当时我就预言了 中国的妇女运动 会有了一个不一样的未来 一个新的社群正在兴起 但当时我还不知道 这个社群是什么样的 也不知道怎么才能够组织起来 但我意识到一点就是 你不能靠一个另类媒体来组织运动 城堡本身其实是不能够组织运动的 这个知识分子它总有一种误区 宇宙社会运动是 有人振蔽一呼 万千人响应 这个运动就成了 这不是这样的 这个是一个精英的幻想 运动需要有人组织 所以这个组织 运动组织它是需要下苦工的 就在2011年的年中 我和我的一个朋友 我们就在北京 就创建了一个民间的活动中心 这个活动中心 它是全部依靠我们的青梆华友的 捐助和的志愿劳动所维持的 实际上它就只是北京二丸外 靠近地铁口的一个租金比较便宜的 一套两居室的公寓房子 它刚才有一个30平米的客厅 这个客厅就是我们租住活动的地方 它是一周七天的开放 每个星期起码有三五个活动 有各种各样不同的主题 可以放电影 可以组织讨论会 可以有讲座 有读书会 甚至可能学英语 但是英语的内容 也是跟这个公民权利有关的 就是这个活动 就是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来把人们吸引到这里来 让人们不断地再去讨论和思考 跟着公民社会有关的问题 公民社会和社会发展有关的问题 而所有这里面 其实都有一个女权的背景 只不过如果我们有贴着女权的标签 也可能因为我们不想把人吓走 就我们想要公民社会和社会发展 公民权利和社会发展 把人们吸引进来 但进了以后大家会发现 这里面所有的话题都跟女权有关 我们也非常鼓励 就是人们在这里想相互讨论 是 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来到这个地方 他们是学生 志愿者 和一些NGO的年轻的员工 都受过这个比较好的高等教育 但是非常渴望学习 而且非常渴望同伴 所以我们就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 在这个让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 来不断的一起来去提高意识 就在这个空间里面 我们还创办了一个戏剧小组 这个戏剧小组的目的 功能就是集体讨论 创作一出戏 这个戏非常的成功 这个戏的主题是跟妇女的性权利 和反对妇女的心包里有关的 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小组 持续不断的活动 它就让我们在北京 就有了一个 真实的一个 成的一个社群 然后 当时的参议者就说 这是我最开放的 就谁都可以来 谁都可以被欢迎 然后大家都可以在 然后你就可以坐在大人家的 中文当中 跟大家一起聊天 发表一个意见 有的人可能差点都很高 有很多话要讲 有的人从来不讲 那只是在听 当然如果他每次都来 你也会知道这个听 对他来说很重要 这里有他在寻找的动物 所以这是我们在北京的一个基地 这个中心的名字叫做医员公社 医员的意思就是每个人来到这个地方的人 每次至少都要捐一块钱 公社的意思 一群人他们做了第一次 他们离开公社的一个基地活动 他们有几个人就一起去袭击了一个导演的一个电影欢迎会 因为我们认为那个导演的电影欢迎会 放映的一个纪录片 那天侵犯了一个新工作者的云思泉 然后就有一群人 在北京的最寒冷的冬天 跑到那个导演的发货上去交场 给现场观众发传的跟这个电影导演别论 然后他们当了一个人 还有手机 就把这个整个过程就拍摄下来了 然后还发到网上 这是第一次公开活动 然后你发现就是说 当人们第一次开始常常这种活动的时候 中国人非常没有经验 是非常紧张的 人们会害怕 这是正常的 人们没有公共活动的经验 他们大家都戴着口罩 不敢别人让别人看见自己 所以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 叫《口罩法分队》 非常有意思的是 这个时候其实我都会忘记了 八九年的时候那种经验 在八九年的时候 我们走完街头的时候 好像从上也没有过 可能因为那个时候 成年上百人在一起 没有这种恐惧 但是在这个时候 但是在这个时候我就意识到 就是说 走完街头 走完公共空间 它是需要胆量 支持 相互支持 一个过程 所以你看 第一次的这个活动 大家还戴着口罩 但是后来 大家当然就把这个口罩给丢了 而且当时我还建了一个邮件群 在里面对这个国总做了好多的讨论 实际上是 现在回想起来 大家是在预酿更多的活动 很快就来到了 就2012年的2月10算号 情人节 在那时候我们想 情人节是一个 国际女权运动里面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目 就一个叫Yeef Ansler的 美国女权活动家 他就号召大家 在情人节的时候 做着女权的活动 让大家关注这个亲密关系 和这个当中的暴力问题 趁情人节 这么一个节目 就用一种抗议的方式 来放大女权的观点 但是我们在想 就是我们要搞这个情人节的活动 叫Way Day Way 本是情人节的意思 但是Way 对女权主义来说 就是战胜暴力 胜利 但是搞什么活动呢 在那之前 几个月 我就在网上看到一些图片 就是新闻图片 新闻图片是土耳其的 所以看不懂 这个活动是跟反对家庭暴力有关的 但看不懂 那你不要以示什么 但我能看到里面 很多就是一些女人在街头游行 然后里面有几个女人 都穿着带血的婚纱 所以我想 我们就要照办这个 赶紧 我们要搞一个带血的婚纱 好了 我就在淘宝 很便宜的价格 两三百块钱 就买了一堆的婚纱 还有群称 还有偷杀 而且我当时买的是长袖 因为本地的二元实在是太冷了 穿着薄红装 你根本不能够 在外面走 根本不能够烧 然后我们就要找起个新娘 就是我们在员工社 经常去我们的脸人 找出个新娘 中之一就是李麦子 李麦子当时还是 一个大学生的时候 他就开始对同一恋权的活动感兴趣 对反其事的活动也感兴趣 他就参与了很多社会活动 然后他也看了《对女生恋的报》 他加入了我们的读者QQ群 另外一个后来 一直都跟我们在一起的年轻人 带来了员工社 就是肖美丽 虽然肖美丽在那之前 在台湾就见识过这个游行示威 工业活动 他可能是在员工社 在我们那里 他才找到了 从那时候 他自己说 在员工社他找到了一种 一起是能感兴趣 吃那么多到复的朋友 最后还有另外一个人 是员工社的邻居 在同一栋楼上的办公的 一个同志组织的一个员工 他实际上 他也是从玄生时代开始 就参与跟女权有关的 这样活动的人 就是韦婷婷 韦婷婷 韦婷婷是属于 狗兴趣非常非常的广泛 而且很大胆的用人 韦婷其实从来没参与过我们的策划 但是韦婷就说 我愿意当亲娘 就是当时 你知道我们找亲娘的时候 不是那么容易的 又有人就说 啊 好多人 说白了是不敢冲头露面啊 总而言之 但是我们就冲头了 找到了三个新娘 那天早上 那个 那天 那是个中午 他们一帮人就跑到园公社 穿上婚纱 然后还要画上一些装 然后后来就准备了 我们还准备了一些牌子 跟反家通报的有关 然后他们就 去了前门 其实那活动时间非常短 就前门这个地方 就为什么选前门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有原因的 其实前门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 它是一天安门 它是一箭之遥 实际上是中国的 政治中心的那个 紧临中国的政治中心 然后它也是这个 这个北京文化的一个 象征点 然后它也被改造成一个 商业 改造成一个新兴的 一个商业活动区 所以我指的是 它在政治文化和精力方面 都非常有象征性 它绝对是个中心的空间 那我就要把这个 女权的生意带到这个 由这个年轻人 直接 年轻人的身体性的行动 直接带到这个 最主要的中心空间的东西 当它们 这么做的时候 你看到 如果你看到 那边的影像 有很多人围观 可能是惊扎了 就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但实际上是一个抗议 虽然我没有抗议名义 实际上它是一个 公开的抗议 是个女性的抗议 然后 保安也 也不是所做 然后 等到警察来了以后 就开始驱赶 大家有个驱赶的这个过程 那就完成了他们这个抗议 警察一直把那些 大家送到地下口 在整个当时那个视频 就很快就被记录下来 我们后来就用这些很短的视频 来做我们的那个教育 我不知道在这些后来的 各种各样的培训上 放映了多少次 这些视频 我觉得这个活动是 中国这些青年女权主义的 它是第一次真正走航空了 非常重要的第一步 这个社会运动 它需要有两拨人 一拨人是组织者 一拨人是这些人 这个组织者 在这运动之前 他就对这个运动的套略 并且他也承担了 要为这个组织运动 来辅助很多的 别人看不见的工作 包括来提供这个运动 所需要的资源 有形和无形的资源 他运动他也需要追随者 追随者是被发动起来 被感到起来的 这个追随者 这个动力在于运动的主张 来符合他们内心的渴求 另外追随者 也容易被运动成就所顾 胜利是最容易吸引人家的 在2011年的年底 在我意识到新的女权运动 即将兴起的时候 我就意识到 我看到了 我知道有人正在试图组织 所以从中国青年女权运动组织来说 我是一个后知后学的人 但是我的见识在于 我意识到了他们一定会成功 我不是这些年轻人组织网络的资源的提供者 我是从来手里没钱的人 但是我有这个 关于女权主义的思想 知识和论述 这是我能够提供给他们的 而且还有在北京的 我们的非常忠实的志愿者群体 这就是我加入这个运动的资本 我意识到这个运动一定得成功 那我要加入其中 但是其他的妇女组织的人 他们是不会加入 为什么 因为他们每个 在当时就是说妇女组织 在一个组织成立之后 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 它会越来越健壮 都会变得 需要种种原因 需要围绕我自己既有的目标 我自己既有的项目 我的既有的工作方式 来转 变得不再那么开放和有灵活性 所以其实 这也是一个组织的弊病 而我当时领导的组织 女权主义 可能是唯一还比较开放 不是那么建设性的一个组织 所以就是说 女权主义她不是中国青年女权 运动力源 而是她的支持 背后的支持者 但是女权主义很多的 通过网络上吸引来的潜在的读者 其实也成为运动实际的参与者 所以她实际上是一个线上和线下的一个循环 从线上 持续的传播和教育 可以培养一些潜在的行动者 然后这些潜在的行动者 会来到我们的员工社 会跟大家散后解释 然后他们也会做出一些 策划一下他们的行动 而他们所有的行动 都不会反馈到传播 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加入 运动需要一个 快速的胜利 这个快速的胜利 就是占领男厕所 占领男厕所 占领男厕所 是因为完全被实现策划 而且为了给运动 制造一个快速的胜利 而吸引参与者和支持者的 这么一个时间 从这个占领男厕所的设计 他一开始就是瞄准了 他一定要成为一个 传播的一个暴跌 所以他的很多的设计要素 都是被精进安排的 而且都是为了适应 这个媒体和传播的需要 比如他会策划 使用这个女大学生 这么一个主题的身份 因为这是媒介所感兴的 公众所感兴趣的一个人群 他比如说 就占领这个词 他本身带有一定的争议性 可能就是 是媒体所愿意去关注的 嗯 果然就像大家所预想的一样 就占领男厕所第一次在广州 说话 为什么占领男厕所第一次在广州 因为广州有很多的 对这些公民行动 广州有最多的 对公民行动报告有好太多的媒体 以南方系为核心 果然就是说 在广州第一次占领男厕所的活动 非常成功 吸引了大量的媒体的报道 然后这也就是为这个 我们战领男厕所的下一站 在北京展开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舆论的条件 记得在占领男厕所那天 很多很多我们在广州的朋友都去了 大家都想去参与和见证这个时候 但是非常不幸 这些活动小几个提前走漏了 地点也被提前走漏了 所以去了第一个地点的时候 发现警察已经站在那里了 没办法占领了 所以临时又换了一个备用地点 结果导致什么呢 我觉得参与者还没赶到 活动已经结束了 但实际上我不在这个现场 这两个活动 这两个重要的 今天女权领的活动 第一个活动 这两个活动我都不在现场 就在战领男厕所前一天 排练的时候 我在路上 我在参与排练的路上 我遭遇了车祸 就我一下被这个 一个逆行的电动车给撞倒了 磕掉我三颗梅牙 就没办法参与这个现场活动 所以战领男厕所在北京的活动 引起了一个巨大的混动 第一次就是当时 这个非常 还在上上去的一个新浪微博 他第一次把这个女权 第一次就把这个战领男厕所 这个字放了十大关键词之一 但是很快 这个战领男厕所 这关键词就不允许收缩了 被禁止了 全部都被禁止了 当我们策划这个行动的时候 我和麦子坐了一个桌子吃饭 但是在北京的一个冬天 非常荒凉的一个郊区的山中 这种桌下中心 是在北京的夏天是非常热的 但是在冬天非常的荒凉 然后我麦子坐了一桌吃饭 我们几个人 我们就说 这个战领男的活动 是要一个发起人 我说麦子 那你就发起吧 就当了个发起人吧 然后我说麦子 你要出名了 麦子师傅说我一晚上没睡 麦子师傅回忆说我那天晚上一晚上没睡 麦子就觉得肯定也意识到了 他人生一个新的阶段来临他 他成为一个 他真的成为一个工作人物 可能既有成绩也有压力 但是麦子很有勇气 他愿意承担这一切 他代价是什么呢 这个活动一旦一结束 就被警察给带走了 从那之后持续几个月 他受到警察的骚扰 但是这个 这个警察的骚扰是不为人知的 而这个活动的成功 就吸引了大量的媒体的关注 并且也成为一个 招募参与者的一个 非常有利的一个案例 所以这是这个运动的高起点 从一开始 他就是以一种高调的要出现在 传播和公众面前的一种姿态 他就要让传播来 为这些无名的年轻人来负权 要把对妇女权利的议题 带到以前拒绝看见和讨论的 主流议程里面 在强行以一种制造了争议的方式 来强行而让观众和讨论 并且因为通过这些观众和讨论 要来改变公众的认识 而进一步就是要 让公众一起来形成压力 来迫使一个政府让步 所以我说这是一种公民社会的工作方法 他让普通人只要你有热情 你有勇气 你就可以去参与 你不需要是专家 不需要是学者 不需要是思想者 你都可以分享 而且他也比以往更快速地来制造这个变化 如果你想推动一个长期的制度性建设 你可能要写很多很多的文章 他可能还会湿山大海 可是如果你把它制造成一个争议性的世界 你会看到社会的变化比你想得快 而你能够获得的知识也比你想得多 因为以前人们 即使是你的潜在的支持者 也都没有机会能看到你 也没有机会来为你改变和聚会到你身边 所以这是一个 详细的策略 是务实的 它也是非常激进的 而且它是有效的 这个时候 实际上是中国的大陆媒体和实际媒体 犯自由主义的理念 最后的黄金事情 中国的这个 具有市场化倾向的大陆媒体 它具有实际上 当然本身是 都是被政府所管理的 控制的 但是实际上他们一直都有一种潜在的 潜在的张力 我即使不成名异议色彩 很多这些媒体的主持人 他们对这个体制是不满的 当然他们不会自己搞接触行动革命 但是他们会不断地通过他们自己掌握的话语 来制造这个改革的压力和这个动力 然后希望能够 再通过扮演政府和民众之间的这个中间桥梁的精英角色的 同时 主要是一方面提高民智 一方面来促进政府的这个改革和这个转型 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对于这个民间呢 具有另类抗争性的公民行动 抱有其他的热情 实际上是他们寻找 发掘和放大各种各样的这个公民行动 在他们能够被新闻审查所临时的范围之内 所以实际上表现看起来这些年轻人的我们所联系的这些青年女权行动者主义者 是以一种大胆的出位的一种身体性的表演来吸引了媒体的主义 其实这个只是表面现象 真正的原因他们在那个时候 他们能够快速地成为媒体上的明星行动和明星人物 是因为他们的果断的抗争色彩符合自由派媒体的议程 也是当时自由派媒体的市场策略和设置所欢迎的 你承扰 警方无我 别困住我 为何我失去自由 快醒醒吧 抓住他犯错的人不是我 我为自己而歌唱 不做你平安的对象 我爱过独特模样 不论他是美丑或手扛 我有闪光的梦想 我也有丰富的欲望 也会怀疑和嘲笑 简单中我成长 情组 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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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